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陈毅资讯 各位网友 拿出你们的小本本 记下来了吗 陈毅主演的《生前终于要和大家见面了》 积压了五个函数 这部剧似乎已经从新鲜菜变成了成年老旧 味道只会更加香醇 现在 谍战剧的热度虽然有所下降 但这部 有了陈毅的加持 似乎又看到了热潮回升的希望 生前的故事背景设置在抗日战争时期 讲述了陈毅饰演的云洪生为追查杀父真相 意外卷入间谍战争的复杂局势 咱们的陈毅这次不是简单的帅哥角色 而是身陷加国情仇的印和青年 这设定听起来是不是就很有看头 还有王静松大大 这位老戏骨扮演的是陈毅的父亲 虽然戏份可能不会很重 但质量绝对在线 一场父子情深的戏码 想必会是感动人心的一大看点 不得不提的是 这部剧还聚集了诸多实力派演员 如何中华 张天阳等 都是业内公认的演技担当 这样的阵容加持 不看都觉得可惜 而剧中的女主影儿 也不是花瓶 而是有着自己独立人物立体感的角色 剧照李他英姿萨爽 完全不输男主的气场 让人对这位印和女主角充满期待 五年的魔一剑 这部剧的制作团队显然下了邪本 从曝光的剧照和预告片来看 无论是服装 场景还是特效 都十分精致 期待在细节上 深前能给我们带来眼前一亮的感觉 而对于谍战剧来说 剧情的曲折和逻辑性是关键 陈毅的演技加上严密的剧本 这部剧或许能让人回味无穷 再先叠战热潮 好了 前方高能预警 深前即将开播 让我们一起看看 陈毅和一众戏骨们能否带来一场视觉和情感的双重盛宴 各位网友 你们期待陈毅的这次转变吗 在下方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别忘了关注我的账号 更多精彩内容 持续更新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诚意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call